他曾是经济学的门外汉 一次误然机会窥见经济学的文静 他将物理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中 成为站在计量经济学塔尖的国际知名学者 他横化中美两国名校 致力于用国际语讲号中国经济故事 他就是经济学家洪荣苗 1985年 中美双方在中国人民大学 合作举办了第一期 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 这个项目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 被称为福特班 福特班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系统地将现代经济学理论 引进高校的开篇 被誉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浦军校 1986年的福特班里 都是经济学或管理学背景的青年学者 但担任班长的却是一个 来自厦门大学物理系的年轻人 洪荣苗 当初厦门是经济特期 所以讨论经济这种性气热度特别高 后面就是碰到了夏大经济学研的第一任院长 葛家树 他当初有一个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 叫引力入经 引起理科的学生去报考经济学研 所以我就趁那个机会过去了 福特班一年的学习 洪荣苗开阔了眼界 活跃了思维 他返回厦门大学后 正是从物理系转到了经济系 1988年 洪荣苗自费前往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亚各分校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当时他并不知道 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 非常迷茫 读物理 接着迷茫转到经济 经济还是迷茫 出国有点像在逃避 逃避一个需要马上做出选择的 做出决定的这么一个 一种选择 1992年1月 邓秀平的南巡讲话 终于让洪荣苗 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方向 也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前景 邓小平南巡讲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这个讲话 其实是整个一个基本的定调 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这样整个中国的快速发展 持续的发展应该说可以预期的 洪荣苗决定 把计量经济学 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他借鉴物理学的分析方法 首次提出广义谱函数分析方法 这一套分析方法 可以为政府评估 设计经济政策 提供科学依据 以成就了洪荣苗的学术影响力 在世界计量经济学家排名中 他是华人理论计量学家中的 排名记录保持者 2005年 洪荣苗回到某校厦门大学 创办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在他的倡议下 经济学院创办国际化十点班 参照美国高校设置课程 从本科一年级起 便实行全英文教学模式 但这一举措 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我的同事 觉得你是中国人 又在中国 你为什么要全英文教学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的一些课程设置 如果能够跟国际接轨 不仅对夏大有好处 对他们个人也有好处 从我出国之前 跟出国之后 就深深感受到 中国经济学的教育 跟世界的现代经济学的教育 差别特别大 中国在经济学 在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范式方面 应该说是比较落后的 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 现代化跟国际化 我们是一个态度 就是让别人说气 我们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 洪庸苗走的是一条 创新和探索之路 他最近的一项宏大课题 是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让国外同行 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 用国际化的语言 讲中国发展的故事 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之所以能够取得 这个几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主要是中国找到了一条 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 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桥梁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的